我也聽到香港有些朋友跟我講 發給我看 我自己沒有看到 剛才很快就立下他們再跟進的報道 其實我都很可憐 大公文匯他們是一張沒有人看的報紙 我不是想說沙塵 不過事實我覺得都是擺在眼前的 他們兩張報紙身為報紙的 大公加上文匯 加上那個訂閱或者like 都可能不夠我一個普通市民一個Facebook那麼多 你想想他們的員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經常負責要做一些誣蔑別人的假新聞 那當然是很大的壓力 我是他們的老總 我都給他們很多壓力 尤其是見到好像他們覺得是很大的新聞 其實我是一個普通市民離開香港 見到他們這樣用全版來誣蔽我 想做新聞都是繼續沒有人看的 他們是很大的壓力的 他們不停不停的要做事 其實我都開始很同情他們 我想後面的他們的金主 是給他們很多壓力給他們表現的 所以他們想想做多少篇幅去講一個普通市民 然後全部裡面都是假新聞 講完所有材料全部都是沒有內涵 我聽到一個前輩 我都不認識他的 不過不方便講名字的 人家是在媒體做了很多年 都發給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說我身為一個傳媒人 看到這幾天文匯大公講周小龍 雖然我自己都不認識周小龍 但是我真的覺得文匯大公 就是令到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就是一個侮辱 是一個蒙羞 就是香港的香港的新聞 今時今日搞到這樣 他說他看到 看得到真的很深厚 我想我唯有就是這樣 回應就只有這個回應 他們是負責的那些記者 那些編輯真的很大壓力 做了這麼多這樣的 你知道在 比如說你在外國 都有這種這樣的 特地去做一些假新聞 做一些純粹想賣紙的報紙 人家可能都做得比較上有創意的 還有起碼都不會是誣蔑人家 毀謗人家的方法 整個可能的標題 還有整個故事都可能寫得有創意有趣的 但是他們這樣想模仿人做這些事情 但是做完之後一事無成 又沒有讀者 他們去訪問那些人 完全都是香港人 就是良心香港人 是不理會的人 我聽人家說還有兩個新的立法會議員 是給他訪問的 真是給他接受訪問的那些人 都真的要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幫一張 這樣的沒問題的報紙去接受訪問 我唯一就是能夠這樣回應 就是替他們真的很可憐 要做到這樣的 我也是繼續 我聽說他們說我恐嚇他 這個我都是得淡一點點 都掉到地下了 我想他的恐嚇的意思就是 我那天在大紀元訪問的時候說 是希望香港人都齊心要殲滅這些這樣的 在媒介裡面的敗壞分子 我都是繼續呼籲香港人 我們各有各用自己的方法 去殲滅了這些這樣的害群之馬 我自己的方法殲滅 我會是 當然好像以一般作風 不會看 繼續不看 就算在街上看到免費派不會要 或者在他派到來我們的大廈 或者派到來寫字樓的時候 我會親手拿了個搭 出去垃圾桶丟掉它 我想唯一是可以這樣做 香港人自己想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在香港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做 其實我想間接性都是幫了社會 因為他們經常都煽動仇恨 還有寫一些東西這麼垃圾 新聞報道的數字這麼低 我們都是幫助社會的 把他們扔垃圾桶是幫助社會的 不過這樣 我們又不用擔心說會很大的工作量 因為真的要扔垃圾桶都不會扔很多 因為他們真的 印可能全香港都是印幾百份 看看誰好運撞到 在這棟大廈或者在寫字樓看到的 幫我幫香港的新聞界做一件好事 簽名了它 丟掉垃圾桶 這是我唯一的回應 不過我真的衷心很可憐他們 這麼大的壓力 經常都要拿這些小新聞 將他們做到這麼大的事情 我想他們也可能有些壓力 在面臨他們也會想到 我會告他們 可能他們有壓力在這裡 就是盡量想將這件事 再說大聲一點 說得好像很真 不過你知道 這些歪理的就不可能會說到變真理 他們如果是用這樣的偏採方針的話 他們遲早都可能自己後面的金主 都會淘汰他 我猜是的 我也是聽一些朋友的聊天的時候說的 我想他們是沒有吸取教訓的 我自己都現在是慎重考慮 再給我一個教訓他 我想香港人每個人都要做些事情 因為這幫人 真是在香港的媒體界裡面 真是一個非常之腐敗的一個機構 在裡面做的那些人都是一幫害群之馬 肯定你看他們的數字就不是記者來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實都沒有人看他 真是他實際的印刷都可能講幾百了 但是我想大家盡一盡的本分 這些這樣的害群之馬被殲滅 對香港社會的和諧是有幫助的 習近平主席來香港 我為什麼要誣衊一個周小龍的小卓仔 一個普通市民 況且我還不在香港 我又不會有機會去習近平出現的地方去搞事 其實整件事你都看到 其實是很無聊的 他們在機場的同事做了一些錯的事 他們自己想到可能會被我告了 他們就要做多幾板出來 就像將事情歪理的希望變真理這樣 我想都是在急切性的情況之下 想將事情合理化這樣 我都是這樣看的 一定不會是因為習近平的 我沒有這麼高攀自己 我是一個普通市民的 主席來香港都不搞一些和諧的氣氛 不會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的推理就是覺得 他們的編輯都可能看到他在機場的行為 知道自己做錯的事情了 跟著他們之前和之後都在那個標題上 也都白字黑字的印了說我著草 我想他們自己被律師看過之後 都知道死了 今次一定被人告了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他們就歪理當真理 不如將他做大它 做到好像很多人看 還有很多人認同 你看到他特別有一篇 我很快立破的 他特地有些人在那裡說說話 就是說周小龍走 活該他死啦 他心有事啦 有些這樣的人 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員工來的 做到好像那些網民那樣說到 說我是罪有應得那樣的嘛 所以你看到整個格局這樣砌出來呢 都是想做到整件事威力變真理啦 所以就越搞越大啦 我想他自己是意味到 問到我會告他 還有他會輸啦 那他才這樣做啦 一定不是 他現在這樣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重要人物來香港 他應該負責要搞到和諧一些嘛 就是他在這段時間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如果是7月1號之前 就我入稟去告他 如果整件事上了新聞 上了法庭的話 我想都應該挺好看的